因为玩家请注意 都说星追是最难英雄 但没人告诉你 他是玩法最灵活且不需要激震和点位的英雄 玩星追上百小时 今天给你来点硬货教学 从零开始 颠覆你对这个英雄的想象 他的技能非常容易理解 所有技能都基于星星 不认RX进入星界状态 左键在地图上释放星星 E技能把星星变成烟球 C技能能把人拉入星星中并溢伤 可我将这个范围内的敌人击晕 F可以回收星星 同时产生一个短暂的烟球 我一般称之为烟 拉 震 假烟 大招是星界状态下按右键 再用左键两点去进一条直线 形成一条贯穿全图 能阻挡全部子弹 并隔绝全部声音的屏障 好的你已经学会了全部技能 接下来用学到的东西击败他吧 全出星追你就不用纠结买什么技能了 因为你也只能买的一种技能 他的烟球是全游戏体积最大的 自带两个灵活控制 大招能绝对防御 简直不能用离谱来形容 应该是变态 和大多数英雄一样 他也有自己的攻势玩法 比如我会在过点处放星星 自己只看一条缝 敌人踩在星星上瞬间按Q 只要没位移就一定会被震 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出来 人来得多 门口放一个切脚烟 要外来个抽烟震 敌人想打闪拉出来 对不起 枪下亡魂罢了 动用震防止敌人前压 在原宫中震 莲花古城 日落之城 每张图都有这种点位可以用 后面即使你只放星星不给震 多次使用后 敌人不会猫然站在你星星上进攻 猎消想穿我 标个点再放星星 一个拉 所有人瞄着标点附近 直接将他击杀 同样 有人拆包下包 我也可以这样 先标点 然后放星星 拉 再打你标点的附近 我愿称之为标点星 玩行锥最好养成这种习惯 方便自己 更方便队友穿点 烟 加烟外拉 先给他可以混烟的错觉 再把他拉出来击杀 中立井可以打断拆包 我把能拆包的范围在视频里标记出来 星星的范围要完全包裹住拆包的范围 且不在拆包范围内 如果星星超出了拆包范围 敌人可以卡着边边拆 如果星星在拆包范围内 敌人可以踩在他星星上拆 星星中间是不会被强制位移的 可以安稳拆包 往自己脚下点星星 拉自己拆包 可以抵消对方的星星 防止自己被拉走 大招是这个游戏里唯一无敌的墙 要想这堵墙能准确完美快速的释放 想要在脑子里想好这个墙要怎么放 一般都是封住重要的路口 比如现在我们下完包 干扰敌人回防很重要 最重要的两个点在这 准星朝着第一个点 进入星界状态 按鼠标右键的同时 瞄准第一个点点左键 再迅速找另一个点 而不是随便开那 鼠标还得移过去找一下 随便放第一个点 然后转圈找角度再封第二个点 大招还能百分百守住暴动器 这是一个诡异的小众玩法 可以把暴动器安装在墙角 再用大招把自己和包封在角落里 对面挤不进来 在墙外也拆不了包 更杀不掉你 烟球怎么放我就不多说了 放烟更多是对地图的玩法和理解 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视频里讲 这个英雄最独特的是回收星星产生的假烟 利用这个假烟你可以假烟过点 也可以前压假烟拉出去打人 烟球生成的一瞬间 除了你所有人都不知道真假 所以记得提前跟队友沟通 最后记得在游戏中利用烟分个战场 尽量避免自己先死 或者满技能就死了 给队友补枪控制更多区域 不要吝啬你的技能 多和队友沟通 轻死点 尽量保留一颗星星手包 那如果不抢你所有技能都用完了 那你无需怯懦 勇敢的为队友拉枪创造击杀就好 记住胜利是勇敢者的奖励 这回你真的学会了星赘的全部 网吧门口有撒该溜子 向他们发起挑战吧 OK这里是楚琳什么都会在前之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哦 更新这期视频就纯属是因为 我让人千里追凶了 就也没想到油管的朋友这么热情嘛 平时都是在把那边发 然后因为这边说实话发的有点麻烦 所以说 一般不是很爱弄 但是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的话 我就尽量多梗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订阅啊 兄弟们